他会找一个地方给他安顿 然后呢 就是因为这样就结婚了 对我来讲 当然我这么说 所以对我来讲出家很容易 因为我没有这个情字 但是后来我 生了小孩我就完蛋了 因为我就掉下去了 所以如果不掉下去 就没那么难过 那一掉下去完蛋了 这个要离开啊 苦啊 所以这个挣扎的过程叫修行 我认为修行没有休息的一点 不是说我那时候挣扎了 我儿子以后 我现在就不用挣扎了 我要随时保持这种挣扎的状态 努力的去帮助别人 但是又不能有一点点卵住 甚至现在的苦呢 就是苦到非洲猪瘟 那些猪被杀苦 养猪妇也苦 这个世界很苦 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意义 但这里面没有说 我喜欢不喜欢什么 所以我这么说的意思是 各位必须要经常的去回光返照 这个叫禅修 观修 自己有没有真实的这个 出离性 空性 而千万也不要说 我出家 我就要读什么经 我要去读佛学院 我要去干嘛 这个想法都不是正确的想法 因为读佛学院也好 留学也好 它有它究竟的意义在哪里要抓到 如果说只是为了别人读书所以我读书 别人拿到学历 我有学历 别人毕业我毕业 别人闭关所以我也闭关 但是你没有抓到那个意义 然后就像我们今天要短期出家 你没有抓到那个意义 明天要受菩萨戒 你没有抓到那个意义 那你去受了一个菩萨戒 那全天下还骂你 你看 那个人你看 说他是菩萨 你看 所以在这一点 那为了要大家受这个短期出家戒 所以必须要了解 出离性真实的意义 轮回的一切通通是苦 必须这样说 我经常讲一个故事 我们有七个刚出家的师父 然后踢完肚以后 然后后来我又带他们来找我师父 我坐在旁边 那我师父就问这七个刚出家的时候 你们觉得这个世间什么事情最快乐 结果各自讲一讲讲一讲 我师父说 那你们都错了 这个世间只有一件事情 出家快乐 这个世间没有一样快乐 出家也不是快乐 出家有可以离开痛苦的机会 解脱的机会 没有人说我要被关在监狱很快乐的 每个人关到监狱只有一件事情 想要离开监狱 每个人生病的时候 痛得要死 他只有一个想法 赶快不要生病 这个就是比喻这个了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有家庭 有外表 有钱 有地位 你还觉得蛮快乐的 蛮骄傲的 那你不叫处理性 甚至你虽然现在没有拥有 但是你心里想着一个东西 你想要得到 那也还是执着 就像有人跟我说 海涛法师 你让我跟你出家 我一定很快乐 问题我跟他说 问题我不快乐 因为你把快乐 认为跟着我快乐 那我不是很痛苦吗 快乐是你现在自己单独 就可以拥有的 不管你在得癌症的状态 不管你在被强奸的状态 对你来讲 那个只是一种消业障 一个感受而已 受想形式 都是虚幻的 空无自行的 这个受想形式 身体感受 思想意志分别 没有一个是我 没有我在里面 故空中 你觉得还有一个我在里面 我的身体 我的感受 那你就不了解佛法 所以我想 当然我这样讲 各位现在还做不到 但是至少生起 出离心 而生起惭愧心 这样的 原来我还是喜欢喝酒 解释意思了 原来我还放不下我儿子 原来我还放不下我的家庭 那至少你找到重点了 有知见 叫正见 那还好 一步一步来 但是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那才是问题 所以 当然 在这一点 希望各位多跟别人讨论 甚至 跟出家人 至少出家人 他出家了 他 在这一点比我们强一点 那为什么 你们跟我们差在哪里 如果大家都离光头就一样了吗 不一定 因为心态 也不一样 但是 出离轮回的决心 是因为了解 轮回的一切都是苦空无常 苦的 逼迫的 但是这个还不是佛教的意义之所在 佛教目的虽然是离苦 但意义是 听一下 所有众生皆离苦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讲的是空性 这个世间 没有你单独生命的存在 一切的存在是一核相 是没有分别的 印尼等于我 新加坡等于我 男人等于我 任何东西都是我 万法为心所限 这个是大乘的摩合般若 佛陀的思想 万法都是息息相关的 不是你解脱就算了 而且万法的存在 都对我们有恩 众生都是父 所以各位要知恩 念恩 报恩 以出离心做基础 要知道所有众生世界 对我们的恩 你要从出离心 而变成一种慈悲心 变成一种菩提心 而来对待众生 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 假设我们大家要在这边待一年 你就会看到很多事情 甚至跟人家吵架 甚至这两个搞一派 甚至那个人跑掉了 你就会了解 原来出家是如此 我告诉你 寺庙的问题比你家问题还大 因为寺庙有时候来出家人 观念不正确 他就是斗了更厉害 因为他跟他老公斗一辈子 来这边要跟你斗了 他跟他老婆合不来的 他要来这边跟你玩的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现象 但这个现象就是世间的真相 末法真相 但是这个你都要处理 这个叫乏人 你只是看生起悲心 但是内心里面知道 接受 正常 就像你的指甲会长 就像你的头发会长 会生油不洗不洗 正常 世间的这种苦 所以是正常 因为也因为如此 可怜对方叫慈悲 因为对方不知道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你除了要有这个 自己不执着的处理心 对外在的这些不清静 变化 烦恼 你都还要只能用一个悲心 你不能跟他对立 所以我想 这是因缘吧 凡事讲因缘 那诸佛菩萨都会借很多机会 来跟你考考试 或者一些护法神 事实上也是自己夜报的显现 从这个夜报显现 看你的心平静了没有 所以唯有用平静的心 在生起 慈悲心 这是我们唯一存在的意义 也是办短期出家唯一的意义 希望各位回去以后 变成一个平静 又慈悲柔软的人 好不好啊 就这样就好了 没有什么要求 平静就是空性 接受一切 但是对万法 我就用慈悲对待 这样而已 所以有一次我在出家 一年半 我住在恒春武共寺 结果我去厨房 然后 在洞里面 他头在里面 身体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蛇 我就跟他讲话 讲了老半天 我说你不要跑到这边来 这危险 我被抓到 但是我知道他要来吃老鼠 我们厨房有老鼠 老鼠不敢去外面 但是我不知道 那蛇这么厉害 这么粗 还可以 这么细 也可以钻进来 我就跟他说了老半天 蛮大的一只 后来跑掉了 我就问人家说 那个身体黑黑的 中间一截一截白白 小小那什么 眼镜蛇 我哪里知道 我跟他讲了老半天 我对他很好 然后他就跑掉了 所以我就跟那些老鼠说 小心 外面 蛇事单单 你们这边喂饱一点 不要乱跑 后来我就开始 买蛋去外面给蛇吃了 先跟那些蛋念一念 做功德 所以 当然我就有一个体悟 原来在毒的蛇 因为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怕 这个叫没分别 如果我知道 他是眼镜蛇 我就赶快跑了 还跟他说法 我就是不知道 然后我就跟他说老半天 他就乖乖走了 这个对我是很大的开悟 原来在我平静的时候 用慈悲 蛇会听我的 所以后面我又碰到 原来我们横春都是眼镜蛇 不是光来只 我都不怕了 所以有一次他们又看到 一只眼镜蛇 我就跟他那边讲老半天 不要乱跑 我鸡蛋放在那边 你怎么跑到这边来 你赶快去 不要被看到 他给我转个头 然后给我吐 但是我知道他眼睛在笑 就走了 因为我已经有经验了 因为我不用怕他 而且我师傅说 你也不用怕 如果你杀死过那只蛇 就算你睡觉 他也会咬死你 各位你要分析这个 分析到你不会怕 如果是因果 我完全接受 如果我没有这个夜报 那你也不用怕 那你要让你的心平静 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了那么多 这是一个动机 如果你有这个动机 我们修行的动机 短期出家 目的是为了 升起一个出离心 再把出离心 转为一种大悲心 来受菩萨戒 那这样我们这几天 就没有浪费 也没有浪费我们 王居士花了这么多的人事力 也没有浪费 外面那个光头 留个胡子的煮饭给我们吃 他也煮得很痛苦 你们也吃得很痛苦 因为我们互相有姻缘 所以这个就是缘分 所以以后你们进厨房 哈喽谢谢 明天会更好吃 但是如果你还是干到过去 过去的夜暴 哈 明天会更难吃 原来万法唯心照 但是你要了解 这个都有他的因缘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谁不起心动念谁赢 唯有平静慈悲 各位抓住这个窍诀 唯有平静慈悲 一点都不执着 只充满了爱 这样就好了 随时保持这个 为了达到这个 所以念佛 持重 所以讲的就是空性以大悲 这样而已 你知道为了这个动机 所以我们要来受见 好不好啊 不然你头发剪一次 然后再留起来再剪 你剪一百次也没用 好 就像一只羊 一辈子吃素也不会升天 好 因为你不了解 吃素 为什么要吃素 因为大家都吃素 吃素是为了健康 这不是佛教的理由 吃素是为了慈悲 没有别的理由 吃不好也要吃 因为慈悲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到 吃素还要跳 好不好吃 所以显然我们这群人过去都吃得太好了 现在要消消业障 所以你要把很多事情都转过佛法来修行 出家之人 虽高超鼠表 为事福田 礼乐长情 不拜君王 不拜父母 然父母生如养育恩生 如当起立 专精拜祠 此之一拜 为最后拜也 我想这一段非常感动 一般呢 如果父母在场 那我们真心要出家去拜 父母一定哭啊 因为他对我们养育的恩这么深 用情这么深 所以要看我们离开就不容易 所以出家之人 现了外表 所以高超鼠表超过世间 但是出家人是世间的福田 各位这个要记住 出家人是世间的福田 那菩萨部分在家出家 更是所有世间的福田 简单的说 你一个人来到印尼 你都要想 整个印尼靠我了 印尼的整个国泰民安 这些山河大地 所有人类有情 都靠着我们 就像太阳一样 太阳不能不出来 这一不出来 整个地球世界就完了 所以 一个修行人 部分在家出家 特别菩萨道 要有这个想法 不是说 今天你 你狠心 离开你先生太太或儿女 而是世间太苦 这样记住这句话 哪一天各位 你真的想出家的时候 你是想到世间的苦 而且你痛在心里 你要一一的去灭火 一一的去帮助他们离苦 而不是这一辈子 而是进无量式的轮回 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 你也要帮助众生 从凡夫帮到成佛都在帮 只是心态不一样而已 只是你现在必须透过帮众生 来消除自己的烦恼 我执 这个叫福心菩提 你要帮一辈子 你帮还被骂 还被砍 还被杀 还被烧 你都不能退 为什么 透过众生降服你的这个心态 我执法治 但是你不是说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 等我成就了才来帮众生 那是错误的观念 你现在就要去做了 不管各种方法 你都要去绑 从这里面 来累积 来消业障 来消除我之 来跟对方结善缘 而不是说 等到我有钱再去布施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 因为你一发心 那 就像说 整个印尼两亿人 只有一个救火炎 你就是那唯一的那一个 只有你懂 整个印尼人都在生病 只有你一个人是有医生 你要跑到死 死了再来 那 所以叫福田 为世间福田 当然 如果不站在菩萨道 光一个有道德的人 持戒的人 也是世间的福田 所以一个有道德的人 住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整个就会有进化 所以既然是 为世福田 那礼仪要超过世间 因为你比国王还大 因为国王是管一国之地 但是一个出家人是世间的福田 那世间的福田不能去礼拜国王 所以父母是生我们的 但是我们既然出家了 我们也成为父母的福田 所以在家你可以拜 那出家就不拜 这个意思 所以 但是父母生我们 养育恩生 所以在出家以前 如当起立 专精拜祠 但是呢 祠子一拜 为最后拜 当然很多人问我说 海涛法师 你爸爸妈妈 往生的拜不拜 当然拜 在我出家前拜 在他死亡以后 我又拜 事实上 在我妈妈还没有往生 我爸爸 我到了房间我就拜 这样而已 只是在他在别人面前我就不这么做 因为我外表还是出家人 但是因为 对父母 我把它当作众生 每一个众生都是我礼拜的对象 也来感恩他 没有父母的这个生老病死 你就不会开悟 因为大部分 我们汉人出家 都是为父母而出家 因为父母的种种的苦 让我们体悟了 世间的情索 太苦太苦 唯有慈悲 唯有菩提心 才是可以快乐的 所以我经常超度情在在主 我都这样跟他讲得很清楚 这个情啊 一直追 一直追 你也苦 对方也苦 所以 甚至我碰过几个自杀亡魂 他恨 恨那个男人 执着的那个地方 你很 各位你 一个人要度一个众生 你心态要真实有 你才可以度他 如果你心态没有 你就度不了他 如果各位你真实要度众生 如果你心中还有情爱 你就度不了他 所以 为了要帮助对方 自己要达到 尽量的达到那个状态 你能够越圆满那个状态 利益众生的量就越大 功德就越大 不然对这些因情而死的 因恨而死的 这个爱跟恨而死的 就很难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身上忍心在主 永远超度不了 因为你自己没办法 但是没办法 没关系 赶快找战日法师 好不好 赶快找战日法师 因为 他们如果真实断了情爱 他就可以用他的心去感动对方 就这个意思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各位要抓住这个 你真的是要利益众生 你自己要放下 你才能用你的心去感动对方 不然的话 你离开我 你离开我 我下回再去找谈恋爱 这样 因为有些人跟我说他结不了婚 如何如何如何 因为他身上有个情在在主 但是他就超度不了他 但是我们只能说 那你就手帮完再结 那段时间完全的断离 为了他 那以后再说 你这个念头都不要让对方知道 因为真实的想要帮助他 但是佛教绝对不会告诉你 这样你再去谈恋爱 因为太苦了 你还不如保持一个原情在在主 挡你让你结不了婚 因为那个是很苦的 那佛教这样比喻啊 这个不实际的东西 你就不要一直抓着他 特别头发 下回我带各位去泰国出家 短期出家 看嘛 剃眉毛 有些人这样 噢不去了 剃眉毛 我这个一辈子的呢 对不对 泰国这个更狠 因为他要毁容 所以 当早生厌患脱离生死 特别对女孩子这一点实在不容易 你说今天男生里头很容易 就结束了 对不对 女生我考虑好久 甚至 女生也不是光考虑 师父现在就理 还不行 观察两年再说吧 因为 实在不容易 真的 我到今天为止 很多女众出家的出家 我看她们出家 我觉得 不太容易 因为有时候人的心中 总会放在一块某一些东西 这个叫什么 女人心 什么 海底有针 会砸死人了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 当然这个形容就是说 如果你身为女性 本来就是这个 你要承认 因为欲望 执着多了 才会身为女性 那这一点 一定要很 要很强调 自己去告诉自己 但是你要是 身为这位女性 就是希望别人 爱上我 多看我两眼 甚至各位都知道 一般的女性 穿得很漂亮 她就要站在一个角落 让你要看到她 你知道吗 这叫阴魂不散 怎么左边 各边都看到你 因为她就执着一个外表 你有没有看到我 你的眼睛有没有跟我看到我 这个事实上这些都是假的 但是她认为这些东西 是她吸引对方 也是被认同的一个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抓得很清楚 所谓这个毛髮等 我们叫三十六不清净 各位还是要老实修 老实修 以前我们都要背 从毛髮顶 然后呢 头皮一直背背 每个东西都是最脏的 最可怕的 会随时让你病的 没有一样东西 我想这样不断的看 三十六不清净的 不尽管 从外而内 阿罕经里面都有 所以她随时让你痛苦 所以要有这个 厌患心脱离生死 没有一个佛师在家成道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实现 早就成佛 她还要视线一次给我们看 出家才可以成道 这些祖师大德哪有说 娶个老婆 嫁个老公 来度人的 没有了 现在因为藏传佛教 在这个末法时期 在家多 在家出家混在一起 所以有一点造成末法现象 有一点造成社会 也说对也说不对 因为到底是什么是什么 搞不清楚了 这个也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按照 汉传佛教呢 你是不可能 有染拙而去度众生的 每一个佛都是这样 出家成道 历代祖师也有这样子的 修行 不污染这个世间的各种因缘 才能够成为修行的 乃是大乘的法器 所以女人能够发菩提心叫大丈夫 男人发不起菩提心叫小女人 当然不是侮辱女人 这是世间的讲法 意思是说男女都可以的 所以这里面 各位既然放下世俗 归一 十方佛 要来普渡众生 所以呢 赞叹 阿瑟利和尚 赞叹我们是大丈夫 各位确定了解万法变化无常 放下世间的变化无常 进入极尽的心灵境界 稀有难失忆 真是不可失忆啊 我希望各位多去思维这个 哪一天你就会找到真实出家的意义在哪里 那个时候呢 能够去出家 对整个佛法 对众生 对自己都会有帮助的 佛陀体悟的法 非常的极尽 但是为了方便 怎么去说 所以佛陀要思维怎么去说 而讲出了四圣体 八正道十二因缘法 来 帮助这些想离苦解脱者 所以 当然就像阿弥陀佛 虽然成佛 但是要度众生 那就要思维五劫 用什么样最方便的方法 可以快速度众生 就像现在电脑手机一样 发明了这样 所以销路很好 那所以万法各位都要 去思维怎么样 就像这样一个仪轨 为什么要 这个仪轨的目的在哪里 对我们的目的在哪里 祖师大德这样编得非常圆满 那各位你就按照这样去修行 你可以把这个仪轨天天捏一遍 当作修行 我想要出家了 那你可能这个仪轨至少要念个一千零八遍 或甚至至少念个一年 每天念一遍 让自己不断的去思维思维思维 我为什么要出家 甚至不想出家 都你去体悟到这里面 你自然就会想要出家 而且要知道怎么发心 所以对我来讲 我个人能够真实剔头出家 我那时候就感觉那是几百万劫 我终于又回到我本来面目了 我本西方一纳子 为何身在帝王家 所以 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成功 就算成功了又怎么样 还是苦 所以那个时候 所以对我来讲 我那时候想要出家 死了我都要出家 我只要理个矿头 穿个衣服 一秒钟 有出离心 我生命就有意义了 死了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能够活着 我们就尽量去推广 简单的自己会的佛法 因为对别人 哪怕对一只小蚂蚁有帮助都可以 不再追求高跟低 所以因为你已经找到了那个点 就不要放下 你已经找到那个点 能够把这个不清静的身体 化为一个三宝的身材的形象 那功德多大 那福报多大 就像我们前面几位男众 李光头 他李一天做一世皇帝 各位鼓掌一下 两天两世皇帝 三天三世皇帝 至少他们下辈做七遍皇帝 你不要去做皇后 所以 因为他献出这个像 把木头雕坑佛像 木头指不指钱 指钱 本来是在踏木板 把他叼成形象 所以外表也有功德 所以这也是一种 我们这个生命呢 能够让父母得到功德的 所以 能够正式出家 那当然是很大的福报 从今天以后 割爱无所亲 无所亲是道人无亲 道人无情 那是爱一切 这种记住 道人无情却爱一切 如果你心里还希望 某人对你好一点 对你多看两眼 那你小心 你没有处理性 我们是 对所有的人 都要去关心他 但自己却无所执着 放弃世俗的家 去弘扬佛法 还要发愿 愿度一切人 愿度一切众生 愿度一切众生